天气越来越热了 今天给大家做个豌豆凉粉 按照我教给大家的比例之作 一次就可以做成功 锅中加入豌豆淀粉 也就是100克的量 然后倒入700克凉水 如果用一次性杯子 就是一杯粉7杯水的比例 人多我们可以用大碗 总之记住比例 1比7就行 然后加入小半勺的盐 给它搅拌均匀后再开火 加热期间要不停的搅拌 不能让粉沉淀 我们只要记住一点 豌豆淀粉需要冷水下锅 这样才不容易起颗粒 煮开后调小火 继续搅动4-5分钟 熬制成这种半透明状态就好了 然后倒入一个大一点的油气中 这样很快就能晾凉 晾凉凝固后 我们把它倒扣出来 Q弹爽滑的凉粉就做好了 再用买粉时赠送的刮刀 蘸一下水 有点力把它刮成条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又细又长 最后我们再按字幕上的配方 来调一个料汁 这个教程够详细吧 冰冰凉凉的 夏天的味道 喜欢的朋友 赶快坐起来吧